卓游港 廣东西 一个是东 一个是西 两个卓游港最长期的主持 用声音聚首 每一集podcast 以一个小时为限 以卓游为名 吹水为实的实验性声音节目 Hello 你好啊 我是Ross 喂 我是《得百声》的Key Chow 喂 今天呢 我们这个卓游港 廣东西的题目呢 就是你们投票选出来的 这次我就赢了这次的Head to Head 所以我们这次的题目就是什么 就是评花2019年的著名KOL 他们的Top 10 我叫紧紧胜出你那条题目 你那条题目是什么?Key Chow 我那条题目就是 Take Start 将来的新王朝 其实我自己觉得 都输了一半的啦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如果你给我 我想我也有兴趣这个 2019的KOL的Top 10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都吸引的 但是你先选择了就没办法啦 我就唯有选择个没那么厉害的题目来比较 不过啦 不过下次就到我出手啦 下次就看看谁再赢啦 所以大家记得踊跃地给一些comment啦 那说起comment 不如我们就先跟进一下 我们都有非常之多的意见 就给了我们关于这个之前几集的 那我们就由这个上次 就是前一集 直接是我们录的时候呢 就是前一集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Top BGG Top 100的下集 超多comment喔 就是 那我先说下去先啦 那现在就是这个 Leon Water呢 就是说BGG评分其实有指引的 不过很多人就不跟指引 那还有他有个都挺特别的point 就是说其实一些越老手的玩家呢 给分就越谨慎的 这件事情我都 你同不同意呢 我觉得都是的 我同意啊 我们其实上次都有略提过 就是说其实当你玩的game多呢 你好自然的分数就不会说 那么容易给9分10分的 就是如果这个就9分10分 那么那个会怎样啊 那么其实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反应来的 是的 那接着下一位呢 Bino聪呢 他就说很期待我们的Top 100啦 那我们可能下一集 或者再下一集 看看大家投票投成怎么样 我们都会做回我们觉得BGG100的 一些我们自己觉得的ranking啦 那我们不切期待啦 那接着呢 Ray Choi这件事情呢 我自己死了 原来呢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发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原来有很多Syfe的粉丝 就是我还以为外国才有 我不知道香港有 真的大件事了 那我已经是了 有个觉得就是 Ray Choi就觉得 其实Scout挺好玩的 都是口水战来的 那我也同意的 都是口水战的一种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再激烈一点啦 因为口水战 还有一个Luberton的粉丝在这里啦 不过我们都说了很多Syfe啦 很多Syfe 如果你问的话 我想他们的争议位 都会觉得就是挂扬头卖狗肉 就是比如你明明是一个战争的主题 但是其实真正玩下去 打仗的成份非常薄弱啊 这些都是其中一些 一些被人批评的位置啦 不过都是那句啦 太多了 有兴趣你也要看回Syfe那一集啦 太多了 我们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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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好 接着呢 哈利Chill呢 就说呢 这个VAS的film呢 好像D&D的 Root呢就好像开心一点 不过呢 他都说他会听你的comment啦 那他想试一下这个新的VAS啦 那可以敏切期待啦 那CK呢 就是说 觉得我们一个人 Syfe啦 也是一样啦 说你不喜欢不代表大家不说不喜欢啦 那我也很同意的 这件事是真的 就是就是喜欢 那我们纯粹都是觉得 有不同的争议而已 你谈的才是口水箭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乐趣的一种来的 但是放心我们 我又买Syfe 我买齐了所有的Xpansion 我也是的 所以其实你要明白 我们是都是一份子来的 OK Syke我们都是同一丸来的 好 接着Second Reboot呢 就是说呢 其实BGG只是一个购买catalogue而已而已 那就是也有很多人要看口味啦 也要跟人 要你的Gammer跟你同一样的口味先啦 真可憐 这样 接着都是支持Syfe啦 是不是 就是原来 引来一帮介绍 引来一帮有很多留言 但是我喜欢你们留言的 越多讨论越好的 对不对 你喜欢我不喜欢 这样才可以谈谈的 对不对 接着 对了 有人下一句又挑机了 还说Syfe 我们是在心目中排第几名 是Rang多了 就是这个 就是当我们那一集出的时候 我又有点淘汰了 我们再看一看了 OK TYRS说我有讲林郑 我整天都讲林郑的 咦?他还记得24.08分钟啊 说什么林郑 我现在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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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一次会回覆一句 但是我经常都讲林郑的 我的立场很清晰的 是啦 所以就是 真的讲了太多 讲了我忘记了 我下一次回覆你 TYRS 不好意思 miss了你的 comment 是啦 Harris说真的很多人 美国很多人喜欢Syfe的 是的 接着 是的 不止Syfe 我们一会儿讲 都会讲另一种啦 又是我白师不得其解 多么多人喜欢 我们一会儿再讲 不要理着 是的 不过 接着CK是再撑回 那我们记住 Efficiency Maximization Game 是的 就是那件事情 美国刚才你说的 不是战争 而是loop on 然后拿分 是 他上下位loop的位置 其实都好玩的 好了 Keith One就说 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多谢我们的抗疫游戏 多谢支持 是的 我们的Facebook连续 就是你在Facebook 搜索这个 美国的搜尤港 是的 这样就会找到我们的了 搜尤的搜尤 搜尤就是搜尤的搜尤 港就是香港的港 是的 没错 Harris又再来 他就是说 这个 Tapestry Hype 是的 是的 这个Pontor Armor 他就说 BGC又说的话 就是 其实不应该 给一些人 出个游戏之前 就给分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 当然 这件事情一定是 因为其实 出游戏之前 给分 最常出现 就是在 Kickstart 那里 就是有些人 可能试了 Print and Play 然后就给分 那其实就很影响 那个Ranking 因为 因为 之前都说过 你如果少人 而给高分 不多不少 都会把他那个 那个排名 拉得比较高 所以这个 都是 我自己一个 非常之不喜欢的 的状况 是啊 我真的觉得 其实不应该 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那些Kickstarter 那些 会叫你 你去给10分 你去给10分 那样 幸好 都没有一些case 就是office 都说 你给10分 我就送个PromoWare 就是 这些都还没有的 那但是 其实他们 不停地说 说得很侵 但是 你还没玩 你怎么知道 所以其实 你问我 我真的觉得 这些游戏没出 是不应该去给分 就是如果你问我 我直接是 是 压着先的 是啊 很奇怪的 这样 好了 接着呢 Harris也有说到 就是说 提到就是 说 Legacy Game 其实就是 Being Top 是一个issue 那我又觉得 其实都不是 不过这个 我们上次在 在尾段的时候 都说到 那Harris 是站在你一边 我真的觉得 一个好的感觉 就是一个难忘的体验 都是一件事 就是 值得就可以了 是不是 只不过有些人 就是 现在很多时候 太多game 有一下难忘 比你更好 可以loop10次 是吧 好了 接着下一位呢 就是 Jackson 就说 有个疑问 这个是个很疑问 就是说 觉得 就是 一些我们 整天在这 说到口上 哪里很赞叹的game Race of Galaxy 龙家洛 波多尼国 那些 那样 接着他又觉得 咦 但是为什么排名 又不及 那些你不喜欢的 那些游戏 例如 Sive 做Wingspan 那样 他担心跟错队 不过 幸好他说 觉得试完之后 对口味多些 我看了上半段 我以为他骂我 你怎么 他又不害怕 为什么不让他去买黏刀呢 那样 不是的 真的你可以去买黏刀 没问题的 真的我就是OK的 我有买齊的 是的 所以外国人 他有个point 就挺有趣的 就是他说 可能是 Wingspan 黏刀 可能Family Game 或者那个complexity 比较低一点 可能一家人玩 就会松手了 那样 但是 你又回到 就是说可能有些 就是我们觉得 可以看出来经典的Game 有时候其中一个 都很叫做 common出现的情况 就是说那些Game 有时候很多时候 都可以很多东西 值得小微 就是不论是 可能是你可以 一些 就是好像 Radio Galaxy 可以loop很多次 可以拿到很多 就是可以有 不同的Share 去试 那样 那或者甚至 Legacy Game 你就可以 试弥回那个 那么难忘的 一个体验 那样的东西 那就是 可能 这件事是 一个 一个影响 那样 但是 我们的选法 就是有我们的 一些叫做 特殊的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看回 我们之后拍 我们的Top 100的时候 可能会再讲多一点 但是 很多位的人 我们都已经有 滲了一些出来的了 嗯 其实他现在 讲这一件事呢 都跟我们今天这一集 都有关的 就是 那个Revealer 对于那些游戏 那个喜好的问题 那我们待会去到后面 我们都会再讲 是的 那 那 Ian Chan 就是说 多谢我们 我也很多谢你的支持 那他就 也都说 我们很直述 这样 是的 我们真的很直述 是的 那他都说 觉得 就是 2比了10分 还有 Fanspace 那Fanspace 刚才提到 另外一件事 我都觉得 现在是不是 就是 可能再之前的comment 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 很多时候 其实BGG有个reference 但是真的没有人跟 是的 真的没有人跟 因为BGG 那个reference 是说 其实有个 挺强烈的 建议标准给你的 可以值得找回头 给大家看一看 但是 现在很多时候 都是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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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始终 上一集 也有提到 就是说 你是没有限制的 是 你可以reference 一个新的player 只是给某几个game 10分 或者某几家厂 10分 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所以这件事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弊柄 就是很大的 叫做 漏洞 是的 解决不了 接着这个很厉害 是 这个home and hold 这个很厉害 这个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 去打几篇 那他长文来 那我当然长文回回 其实我自己觉得 他说的绝对是有点的 就是他提的论点是有一个方向的 只不过我们会觉得就是 就是他那个论点 就令到我们去拍这一集 还有去解释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那段 我自己的 就是那个 他就会觉得 新game之所以 拍得高 就是有几个原因 那我们的回复 我们就会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拍这个系列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玩了很多game 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 就是我们对这批game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就有一个 你可以说责任也好 你说就是 我们想做一件事就是 告诉一些新进来的 玩boardgame的朋友 就是 其实top100呢 即使在下面一些名次的游戏呢 都是有值得试的一件事 你试完 试完 试完之后 你再去判断究竟哪一件事好一点 就是如果你问我 我们想做的那件事 会是这样 嗯 你自己看一下 很长的 那段文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 就是很难得的讨论 因为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未看 我还是听论的 就是他带出一个point 就是说 大家不要觉得 就是旧game就一定是 你怎么说呢 一定是好 一定是好 因为要回想起来 如果是 就是把sive 是放在08年出的时候的话 那他又会不会好 只是例子而已 所以不要整天 是的 那或者如果现在 就是把龙家乐 放到2019年出 又会是一些什么ranking呢 就是时间 同样东西 就是同那个game的 的排名 或者他拿到那个influence的地方 是 会不会有一个正面 或者是一个不同relationship的影响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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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非常之好的discussion 那我想我和企益柱都漏了出来的 而我们其实都有一点点反思 有一点点反思 那 但是始终 我们 我们 怎么说呢 留在我们讲100的时候 那一集里的时候 可能再多一点点 甚至可能那一部分 我们都会再多一点点反思 但是一个非常之好的discussion 是的 好了 接着呢 Jonathan 哇 我们真的讲了十几分钟 就是跟这个comment 真是不得了 那Jonathan呢 就是说 当然啦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非常之同意的 那也是很主观的 那另外他也同意了我之前说的point 就是说 就是collection少的时候 可能给予手松啊 没有什么经验啊 等等 那样 所以BGG 如果是 可能分分钟 他有个都挺特别的提议的 都挺好的 就是说 不如BGG的玩家应该是个game 就是投票一年之后才可以再review啊 或者一段相当的时间才可以再review啊 或者可以看完那边玩多少次数啊 那样 那当然啦 BGG始终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都是一个很自律的一个system 就是你不要 就是 你说你玩多少次 你都可以随便react 你玩了这个TM 玩了100次 都可以的 那样 但是 有些人 我好像我这样 都可能会有时候 BGG会更新一些分数啊 或者有时候呢 都会有个惯例呢 就是会 我把我自己的game呢 会按 在recollection里 就有个 就是按那个 按分的排 那然后呢 我就会再有时候 考虑的就是说 咦 我如果这一只排8.5分 这只排8分 咦 但是我原来 其实喜欢8分的多些 或者那只我现在没那么喜欢 那可能会 会移动一些分 那样有少少 那但是我自己的分 都比相对地 是overall都偏高的 那但是就 这个个人选择呢 我有我自己的ranking 那这样 那这个也挺好的东西 那这样 那我超级超级 多谢大家 虽然我用了很多时间 但是超级多谢大家 给了这么多意见 我们 我们是非常非常 surpris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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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平台 给他们去留言 就是 他这次是非常之踊跃的 就是 我都很久没试过 要答这么多问题 那我觉得 那个感觉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或者你们问回 或者你们告诉我们 是不是为什么会流这么多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去 去挑约人 去讲某个game 啊 还是这个是一个好的题目 或者其实YouTube这个平台 才会好些呢 给我们一些comment 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流这么多 还有继续流多些 我们是很开心的 超级多的东西 好了 那我们都撒进去另外一集呢 就是我们的吹水的新一个界别 就是武汉肺炎的 都可以可以讲到一集出来的 那很快去一去啦 那就是 是的 Amazing Airsoft 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Amazing Portion Amazing Airsoft 但是撞了名 他说 其实可以拍片和一些新人试一下 中重game 可能在新的角度 教game 教下点人推坑教game 这个是一个挺好的topic 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拍过一集的 但是都有一些outday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去这个 下一次电台做或者投票给大家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的topic 好啊 咦 然后Jonathan感同身受 说偷运进去是真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经常跟人解释是新货是跟人交易 你老婆信不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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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知不知 我现在 直接是夸张到 是我跟我老婆说 我买了新game的时候 就是到新game的时候 我还说 哎呀我刚刚都准备买一只game了 就是要等家交换 他要盯着一只出一只入 才行 知道吗 很糟糕的 之前外个好笑的 我忘记哪个youtuber拍过一段片 找那些 找那些早餐那些盒 入住那些board game 接着拿回家 就是那些家乐市宿米片那些盒 入住然后拿回家 偷人回家 有一段这样的东西很好笑的 那时候 但是现在这些game不行了 就是你 你几可买这么大盒 就是Goodhaven这么大盒的宿米片 你吃死了吗 很糟糕的 偷人 偷人回来 这些留给阿金柏 这些留给阿金柏 好啊 接着Harris 就两个comment 第一个就是说 Root已经倒了US 非常之伤心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等 好像 不知道Retail到尾了 接着 接着就是 应该hold住了 接着呢 接着呢 另外就是卖卡卡桑 其实呢 Amazon还买到的 那大家看看会不会去跟 红色 红色盒 我们真的买好准备 就送给HAPPY 如果真的迟些 好消息的话 接着 Brian呢 就提到 可不可以讲一集 Solo Top 10 和2Pay Top 10 哎呀呀 像是我的东西 那我们试试准备一下 或者可以拿来做投票 看看会不会做一些 Top 10 在这个电台 或者是 在我们拍片里 你和阿金都去拍 好了 去快点了 接着就是说 B.Jayman LSH 就是说 武汉肺炎弄得很想开Pandemic 那样 觉得很适合亲子玩 那样 小学生应该够办 够办 够办 够办够 够办够 够办够办够 够办够办够 够办够办够办够 够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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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其实当年经典的入门游戏 就是这个 有些人都说 阿Ray就说 在澳门肺炎弄的跑团 是的 又是 有一些真是 work from home的跑团 我明白的 我明白 完全明白 完全明白 咦 接着Keef One 就是说 这个Plathead 除了Mice and Mystics 之后 还可以有新闻窩 绝了办够 喂你最爱 你最爱的新闻窩 好像没有 上十二里好像没有人 没有 新闻窩我觉得Core 你睡了很久 不是说要进去那一只 你那些走位游戏 我一般的 你记得的 绝版 绝版的了 不是买到的 好了 哇我们差不多用了20分钟去跑 这个的所有的comment 但是我们 非常珍惜我们的时间 但是都多谢你们的comment 那我们呢 都很轻轻 讲一讲 我们这一排 有没有什么board game 有趣的东西 接着就去我们的主题 那我们 我先很快 那我呢 其实最近呢 就试这个game 那这次就不是赚了 那我有一点失望 那这个game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们就是在赚 DETECTIVE CITY OF ANGEL 那就是阿金 都是他 Top 都高的 我记得 不知道出到Top幾 都不记得了 那我就 听你们讲完之后呢 那我就 Kickstarter 第二转reprint的时候呢 就进去了 第一转reprint 那我solo了 就solo了一两三怪 接着呢 我自己的感觉 嗯 差点啊 就是solo的话 就是他有一个mode 是可以根本书去看的嘛 但是他真的没有了那种呢 和他猜一下 是不是讲大话 那样东西呢 是 本书都会讲大话的 本书都会讲大话的 但是 他没有了去偷听人讲话 跟着又可能去逼钱 钱的概念完全没有了 只计action point 我觉得那个感觉呢 我宁愿玩回Kroner Cone Wom Cry 就是Kroner Cone Wom Cry 可能更爽一点 更好一点 就是 是的 就是因为他那个 讲大话 就算被你捉到 那本书讲大话 捉到那本书讲大话 捉到那本书讲大话 很神经的概念 是不是 那么 就算你捉到的话呢 他的benefit 都只不过是 你问他下一条问题 他一定要讲真话 或者你可以免费push他一次 那你说 很奇怪 你明白吗 就是 我有点失望 就是可能我会 看一下 会不会玩多两关之后 试一试跟我老婆 head to head 如果她有心思试 或者可能真的 令我几关不浪败了去 就是 要玩回正常 我的game play version 但是solo不行 我觉得 我有很失望 其实 是 但是 反正说 因为我们玩就是 玩人 人对人 我觉得可以 你要估计 他有没有 比较大话 你那位是 可以的 而且 不知道 因为其实玩的时候 很好看 做答问题的人 他对于 那些hints的理解 因为他选择哪一条 来答你 就是他选择哪一个 来做大话 其实挺像现实的 就是 因为他里面那些option 就是那几个答案的option 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方向的side track 就是他有不同方向的说大话方式 那你都要去掌握 那我觉得都ok的 不过你对着这本书 真的差很圆 是的 我就是 其实反过去我的concept 我觉得这个game 可能是折得好的 也都明白 那些人会那么喜欢 甚至乎 可能我会很喜欢 去做那个 吴杜宏那个 但是我就是觉得 因为我之前听过 这些game solo 都挺好 而阿甘也有说过 ok的 那我又满为期望 可能真的 expectation太高 出来的转头 我真的觉得他还没有 第一 他捉到说大话 捉到本书 说大话很奇怪 捉到本书 说大话的benefit 又那么差 接着 整件事又不是很爽的 就是 当然我明白的 就是说你可能要 真的玩 solo 你要熟了 才可以和人玩 那个做大话王 那个road 但是 我有点怕浪费的game 就是我第一件事 我未必会想 solo 那么多关 你明白我意思嗎 就是想试一试 真是解迷的那个感觉 那么 会继续的 但是 就只是 没有我想中那么好 anyway 难得有一只 是不是赞的 可能是觉得有些失望的game 就是不是说 我不是一定正面的 我都会重复的 好了 那到你那边呢 你有没有什么 今次关于board game的想说 比方我们去的主题 嗯 最近 上次武汉发言都说 就是 开少了game的 那 就拍片 就是 最近 狂拍那些 hard to play 那 反应很好 那 都多谢大家支持 那 所以呢 原本打算拍三集的 那 现在已经肯定了 会拍多一集的了 很厉害 好厉害 那一集呢 就会是打尖先的 那 就会拍到一集先的 因为它是一只 我很想教的game 那我就会先教一只 那第二集就差不多拍完了 那应该 我希望下个星期可以出得到 你会不会给少少 提示 那些电台的超级粉丝 就是肯听你的声 和听我的声 去猜一下是哪一只game 那 那 第二集呢 就是 新game 那 也不是说 最新的那些 给个 牵扯大家 不是 on mask 哈哈哈 不是 不是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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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是新game 我喜欢的 那 那第三集呢 就是一只 旧game 是一只 是一只经典的旧game 那 但是 那些牵扯 是 牵扯再廣一点 但是不是 牵扯就是 它是一只旧game 但是它有一样东西 而令到 我觉得 现在是一个拍的机会 那 大家想想 好了 如果你们可以尝试一个comment 去猜一下 这两只是什么game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猜 我都完全没有 总之就 on the mask 不过 有样东西要说 就是 上次拍到武汉 武汉肺炎那段片之后呢 我就真的 得起心肝去跟下 究竟我手头上 有些什么的 kickstart 是受到 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 其中两个呢 我自己觉得是很惨的 一个呢 就是这个Woods的expansion 而另一个呢 就是呢 刚刚 好像前几天就出了 就是说这个 Eclipse 这个Eclipse 那个Expansion 就是那个Second Print 都受到这次影响 那这两只都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想玩的 不要提Eclipse 我希望真的不会成为后悔系列 我没有进去 但我知道很漂亮 是啊 很漂亮啊 但是 都不关键啊 你后进都可以的 贵多些少 哎呀 那我旧的那些怎么办呢 全齐了 放在这里 insert 那怎么办呢 旧的那些我们做 放吧 哈哈哈 没那么多位啊 你以为我是你吗 OK 好了 那我们去看你的正题了 好了 那我们的正题呢 哇 剩下三五分钟 那我们会post一些相片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的正题呢 就是我开题的 那我想讲一下我怎么想这样讲 就是说 Kickstart sorry not kickstart 就是呢 今集的题目呢 就是一些著名board game的KOL 一些的2019的Top 10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东西 第一啦 就我们都在做Top 10 那我们都会做Top 10的时候呢 都我们都有一些考量 就是当然我今年或者这几年少了game 可能就差一点啦 憑直觉这样经常出事啦 那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呢 都会去看回这些KOL的Top 10的 一些叫做list 那和他们这些Top 10 list呢 通常都是他们的片里面呢 是收视最高的那些节目来的 就是 就是 我想 Dice Tower那个是过10万人去看过的 没有记错 就是他们的Top 10 那在board game的来讲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view的一个数目来的 那而且Dice Tower那个直播 我记得都是超多人去看的 就是还要看直播去追 那个Top 10 究竟是拍成什么的 那所以呢 就叫做 其实是叫做board game界的其中一个叫做 城市啦 而哪一只去到Top 10的时候呢 分分钟呢 就会影响了那些game的一些的消量 那这些叫做 挺Inference的 一些的时候啦 一些的 所谓board game界KOL 那我想我们都可以想 直指就 除了过我们的list的之余呢 都可能轻轻看一看 就是未必很detail 轻轻看一看 就是这些KOL 其实它有些什么style啊 我们有些什么观察啊 它的list呢 是不是今年是不是都是一向都是这样的啦 或者一向都怪怪的啦 或者不是 这个list 其实我们某一个 比如我或者是你 特别是喜欢reference的某一个 为什么呢 那所以 就是我们会用这个方向去讲 那当然了 我们都会你的list 都会显示在画面上 麻烦你了 记住 但是都会讲某一两三个game 可能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或者有一些整天出现的game 我觉得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会用这个角度去啦 那事不宜迟啦 那我们不如就去Dice Tower先啦 Dice Tower 我们刚刚才讲完 Dice Tower 那当然就首先要讲 Dice Tower大家知道啦 应该是这个board game的podcast YouTube界的王者啦 或者是真是最KOL的KOL的啦 那当然他的肥汤 那当然他的top10就更加是手中之重啦 那他的top10 其实我都有滲过少少出来的啦 那就是Kling Legacy啦 Tarian Grill啊 这些就是 我之前他都已经讲了很多 他现在变成了很喜欢campaign game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他现在很campaign game的 他这个list里面有什么是你觉得都挺surprise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提一下呢 我觉得呢 其实就 你刚才讲了几件事啦 譬如你说campaign game 是他今年排了很多啦 就是我们上次有讲 譬如TG啊 或者是这个Kling Legacy 但其实他第10位的Kling Legacy 都是这个campaign的模式 反而你问我呢 我觉得他近年的其中一个转变呢 就是他都加回不少的Euro game下去 因为其实呢 在我一直的印象呢 他绝对不是一个Euro game 也都说了很多次呢 其实他是不喜欢Euro game的 就是他经常会笑呢 就是我们经常都笑的 就是Euro game走出封面里 有个人头在那里 他不喜欢那些地方名的那些game 那我觉得从他的转变呢 其实都带出了呢 就是近年的Euro game 有很多呢 在那个主题上 其实呢 就带了很多一些有趣的主题 又或者是Theme味重一点的 就是譬如他今次的 Pound in of the Western Kingdom 那些 那其实你都会看到就是说 他的主题 使他会去选这Euro game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从他的Top 10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个转变 嗯 我很快提一提 另外一款Game呢 我都挺有趣的 就是呢 这款Game呢 我看着他又不知道变到喜欢的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四名的Empire of the North 那Empire of the North 那Empire of the North呢 大家知道其实就是这个 Imperial Settler的 就是叫做新的Z loop版 返胎系列 那样 那很多 那待会我们再过去的list 就会知道 有多少人喜欢 或者不喜欢 但这件事是挺有趣的 那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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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2020年开始呢 他就不再是这个全职员工了 那样 可能会再回去做guest的 但是他今年的top ten 就叫 officialtop ten 就是最后一个 那样 你现在看到新的片都没有他的了 那样 因为Sam呢 为什么会说这么多 因为其实他就是我Dice Tower 其中一个我最支持的list 来的 因为他是好 非常美式的game 那你看他的list 就都都都都美式到爆啊 就是这个time of legend 那条龙那只 那些他最喜欢的东西啊 嗯 还没试啊 你 没试啊 你摆在那条龙 是啊 就是他的list 其实一向都是很美式的 什么Zombieside啊 或者是TI4啊 那些那些 那这次都没有失望啊 都是那些 啊 和他一定有违京game的嘛 就是 他是 那这个东西是值得提的 就是说有时候 这些KOL呢 他本身对某一样东西很obsession 就是很迷戀的时候呢 他的game呢 就会每次都会上到top ten 因为可能他本身就喜欢那个film 那他又会喜欢那个东西 那他那些违京game呢 你要 有时候要过 就是怎么说 有点隔层网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他真的很喜欢违京 他就扯到那么高 那所以 他都一如二望他的list 那这次我就觉得 相对地少了一些surprise 如果你问我的话 那但是都 都有一些 只有他才有的game 还有他都很喜欢star war 那你看到他star war 又放回第三 那都很合理的 都是他的东西 那这样 有没有什么特别补充呢 这个list 你讲开Sam的去向 根据我所知呢 他好像现在就是mythic game 还是monofit那间厂呢 现在聘用了他在美国那里 做那个marketing 好像是你说的 还是不知道 是我说的 是我说的 咦 等等 那time of legend 是不是就是那间厂 是啊 那就是他新老板 第一名就是新老板 又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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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fic game 那很合理 那人家last一次 做top 10 新老板 摆到第一 又进来 那你从好的方向去想的就是 他很喜欢那只game 所以别人请他做这个marketing 都很合理的 不过我想说 就是Sam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就是因为其实他应该某程度上就是这个 Tomaso 就是Dice Tower里面一个其中一个推figure game的人 那他有做很多 譬如 譬如 Walhammer系列 或者他教柔柔 那我也有点担心 就是他离开了这个Dice Tower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Dice Tower那些game review 那方面的game的次数 因为其实以往都只有他一个组 那这件事都要留意 是 他刚刚加了那两个regular的 那死了 一个叫Mike 那那个是之前做电台的 那个我未能够得到他的口味 他的口味有点点独特的 就是我未能够得到 另外还有一个Roy呢 就是帮他们做剪片 好像我们Tony大臣那样的 那那个就跳出来 那个是挺American trash的 就是他都是一些美式game 但是就好像没有Sam 那些那么重 或者那么figuregame 那再观察一下 这两个新人 其实应该在业界做过一段时间的了 但是真的在Dice Tower到regular拍片 那件事呢 就是普通的就是 Sam走了 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 就是没有了 就是我不知道他之后那个 叫什么 Miami Dice 就是他 没有了 他会继续 就是他不会 Sam回来之前 他不会再拍 这个Miami Dice 我会留给Sam 和Tom 是的 因为那个系列是挺好看的 因为他们很喜欢选择 那些game 接着两个人在嘴炮 那样去review 我挺喜欢看的 我最喜欢的 现在没有了 或者要再看一下 因为 他和C是差一点 接着就没有办法 要讲C C 我就觉得他的口味是最古怪的 超古怪的 他很喜欢Card Game 他很喜欢Card Game 他很喜欢Card Game 很喜欢Zloop 接着他那些Card Game 有时候我试完 因为我都喜欢Card Game 我又不是很喜欢他的Card Game 那我就不太知道 是我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所以他说 喜欢这些game 通常我都有一点点的 是 是 是 他喜欢的时候我会讨厌 结果 今次出现的 list 都 一如以往的奇怪 我刚刚说了Detective 他说Detective 如果他早点说 我未必会买 他什么 Empire of Law 是第一 我心里想什么事 不是 他本身 Empire of Settler 他是一款他自己很喜欢 很喜欢 很喜欢的game 那如果他有新版 他觉得他很喜欢 那这一款 我又不是觉得太不合理 反而我有一个想问一下你 这个我也未玩过 那一款 Attendus Arising 我不知道在他的节目 听过超过一百次了 你玩过没有 我未有机会玩过 这一款 旧版我玩过 但是旧版 其实 我觉得是一款 很普通的合作game 但是我觉得 情义结加分 应该不少 因为 因为那时候 出这些game 真的有一帮fans 但是 你问我 我留不到印象 我留不到一个印象 他有什么 值得大家去留乱 这些game 譬如像1643那些 我也更理解 这一款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真的很古怪 所以他的 list 我一向都是warning signal 当然 我觉得如果在Dice Tower 除了说的 list 也都说一下他本身的人 我觉得他在Dice Tower 他在Dice Tower 里面 就是第一 他常常有一些难解的 就是他有时候 都会令到气氛 是会多很多欢喜 但是当然我们很担心 就是没有了Sam 就一啪一啪一啪 咬下去 那他有时候的get位 收不到 就差一点 就是这三个人好看的地方 就最重要 Tom 就一直是Tom 就是外恨分明 各样东西 他做了太多年了 是他就是他的 但是他们两个在旁边 帮着他 就是一个就是 就是在那裡 聊一堆 骑骑骑骑的东西 在那裡搞爛 骑骑的口味 接着Sam 一夜砍下去 就是看他两个在那裡 互怼 是 那个化学状况是很好的 那当然 有新的未必是一件坏事来的 但是我最近 因为Dice Tower的影片 我看了多少 看了多少 的开车的时候 那是 就 他有时候那些位 就会好像过了 没有人拉回头 那是 就是 就是 刚刚有一段影片 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分 是他在那里拍 说这个什么 Historical Game 是 Top 10 historical game 然后他的 list 你去留 看了两三个之后 他开始在那里乱来的了 就是他 Historical Game 他说 他竟然摆那一只 哪一只 Tokeido 那是什么 就是他开始 就是这些烂get 我会觉得有时候 有些位置多了 你不懂 类似这些位置 就是 当然了 我不是说真的很討厭他 他的 list 我有时候都会 refer to 但是我会有一些 warning signal 是 我自己觉得他 有时候我情愿看 Jason 比看他 Exactly 是的 Jason Jason 都是爬冷的 看看Jason Jason 就是我觉得 Dice Tower 虽然他不是 regular guest Jason 如果大家不懂 都不奇怪 因为他是一个怪人 他是一个collector 他是Dice Tower的Villium 他瘋了 他拍过他家 超绝collector 他家里超有钱 我不知道有没有结婚 我估计没有 純粹就是超有钱 只会存在游戏 那他呢 就是不是 regular stuff 但是他的口味 我觉得是偏得来 有时候有些位置中的 因为他是可以美得来也好美 勾得又可以好勾 就是是两极端 什么都可以的 是的 他连Destiny 也有玩 我知道 我想他应该是 是的 那他的 list 我一向都是很想去知道 也都有时候 很多时候会找到一些流亡之鱼 是的 但是就是 所以你看到Watergate 他有放 Watergate 我是很大爱 看到他知道 另外他重到爆的 Barrage Marco Cabo 那些都有 City of Big Shoulders 反而我没有试过 但是他说完之后 我也很想去了解多些 因为这些是一些 可能是流亡之鱼 好的game 他提議 那些都適合后味 Pon Salad也是 Pon Salad 他也放在里面 Happy上次进入了 我们试了 也真的是一种好game 虽然未必有这么高的名词 但是也是不错 反而又是 哎 做什么呀 又Wingspan 真的这么好玩 一会儿我们数完 要说 有多少Wingspan 是的 有多少Wingspan 好了 那我们说完这个Dice Tower 第二个同样的出名的就是这个叫做哪个先 什么咯 看了这个单人的先 Renal先 好啦 Ronald 大家知道他就是这个叫做 怎么说呢 是他的这个叫 run through game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业界 在做这个东西做得最好的 因为他的channel主要做什么呢 他除了平game之外呢 他就是呢 会一个人 有时候会 simulate solo 或者 simulate 他自己老婆 就是另外一个AI pair 真的不是和他一起玩的 真的是他自己扮的 那就是两个在那裡loop一只game 真的可以玩到几回合的 那在玩的过程里面呢 都会介绍一只game 教怎么玩呢 还有扮演那些的心路历程 我自己觉得是一件超难的事来的 我尝试过 很难 我自己觉得我做得不好 那所以没有订出来 那我觉得是一个 也都业界不觉得有太多人 可以一个人分析两个去做 是的 而且他越来越厉害 有很多equipment 可以把铁放上去 他是很厉害的 一件事来的 他都是 overall都是重Europe的一个gamer 你看他的list 你现在看到的list 都是重的list来为主 但是我觉得 before我说的game list里面 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他经常被人说救病 他每个game都赚 每个game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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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game都赚 他本来 嗯 都跟我估计一样 因为我知道 他是Alc государ 已经变成了 所以马拉卡巴勒也是合理的 然后Black Angel 我也猜也是 之前也有提过 因为他是Trolls的超级粉丝 我是猜不到第二名而已 第二名我真心猜不到 我这么喜欢 不过不是 这件事是要说的 他的review里面 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对于将一些多人玩的游戏 用两个人去玩 他是很重要的 他经常都会提的 就是他玩的游戏是以一个Trolls的形式去评 而Marvel如果Trolls玩的游戏 真的会有一个很好玩的加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 放在这个位置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所以你也提到一个点 就是因为我现在 甚至之前 现在更加是 玩游戏是两个位置 所以Brono的List对于我二人的游戏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他也是跟老婆玩的 但是呢 也有一款游戏 我觉得在这个List里面 可以大家推荐一下 不知道你玩了没有 我知道你应该还没到处 就是第八位 The Isles of the Cat 这个游戏是拼图游戏 是游戏游戏玩猫 你有没有迫戏吗 没有迫戏 是的 真是可不得了 那个问题 可能真的是我们的问题而已 不要紧 先提醒它 是的 这样 另外一只City of Skyline 也有兴趣想试一下 它说是很假扮电脑游戏 做到那个效果 那起承我觉得OK 这个游戏是我看完的标志 也想试 但是没有机会 大家如果玩过觉得OK的 或者有什么讨论都可以提回 或者告诉我 让我推荐一下 这件好事来的 好了 接着下一个要讲 就是这个Drive-Thru Game Drive-Thru Game 就是可能少一点人去看 但是其实我都看了多久 其实他 早期的 他早很多年 但是他继续有他出的 那他就OK闷的 都是对着镜头自己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他有时候 讲这些游戏 他讲得好与不好 是讲得很深入的 就是如果是美式的讨论者 因为我最后都想讲 几个欧式的讨论者 这个稍后先 但是美式的讨论者 他是讲得很深入的 他是讲到这些游戏 相对的讨论是比较有层次 不是只是说好不玩 或者是那些Component 没有像Dice Tower相对 这么公式化 或者是Ronald说 Oh it's always good 他真的会讲到少少 为什么他会觉得 喜欢不喜欢 和一些游戏的比较 那些心努力的情维呢 如果你真的喜欢 想听得深度一些 我觉得其实他 是讲得挺好的 我还要补充 就是他 应该这么说 我们有一些很常看的讨论者 他是在常看的讨论者 那帮人里面 其中一个 比较肯去批评的一位 就是他譬如有些游戏 很多人会赞的 他都会有胆拍一段片 是丧骂他15分钟那样的 而骂得来不是为了要抢三币的 就是他真的有点 还有他带出来的点 是有时有点令人去反思的 所以有时 譬如某些游戏他骂完之后 我都会特别去看他那一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特色 是呀 而你见到他这个 list 其实跟其他 或者你之后最后一个 想看的一个 是都相对来挺不同的 是 就是你见 PASS PER MIRROR 这一款游戏我自己买了的 SOLO试了一大半 未有领略到 要再loop两次 但是这个游戏我觉得SOLO 都未必是好玩 可能真的二三人 是一种挺好的 一种互相控制对方 area control card manage card control function 的一种牌 结果你们进入了 你有没有玩到 还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玩 这一种 但是其实很多人试过 说真的好得的 我SOLO 因为这一种我两个人 玩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试一下 他很多人都赚得很重要 反而我比较留意 就是他那只大白鲨那一种 大白鲨那一种是很多人赚的 大白鲨那一种 我看了review 我看了GamePay 他最正的地方是什么 第一不想到是这么深的 他竟然是把Game分了两个部分 他头那一部分和下个部分 玩的不一样 但是有连接的 就是一Game是一个上下部分的 这个Game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他那间做的那间厂不是那些传统重Game厂 但是可以了 那继续是Marvel的有多特别 他有Edward那一款Night Owl Panic也有 看到他那些都挺涉叠得甚广的 连这些日本的All-Key Game也有 是的 是的 很厉害 而且我看到他都 除了开码那些 他都有放进去 是的 他其实是Figure Game云都挺重的 他Figure Game云都挺重的 他都是一些相对的 怎么说 都挺广的 他不像Bruno 一定很Europe那些 不像Sam 只是American Trash 他是挺广的 都很像的 Jason 是的 都玩得挺偏的 你看他又Cowl Spy 也可以New Frontiers 是的 很奇怪 但是他都是Emperors of North 就是 可能我们还没玩得出的尾道 是 好 最后 是不是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个 哇 最后 这四个人 真的 真的要花一点时间 对付他们 这个都某程度上 是我自己个人 想拍这一集的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这个Man vs Meibo 那我说吧 不如 那他们是什么来的 先说他们是什么来的 Man vs Meibo 其实呢 给一些背景 那其实他的 就是那个主角 尤達大师 是不是 Jeremy Jeremy 那其实他以前呢 在 我想都差不多六 我想有十年前 那十年前呢 他其实呢 在这个BGG那里 曾经就用另一个的名字呢 就去开过一个YouTube的频道 就是专去教那些游戏怎么玩的 那时候呢 他就只是出他两只手而已 就是他就用两只手 就是跟着就在画面上教游戏 其实某程度上 我现在很难玩的 其中的一些技巧呢 其实都是在他那里学回来的 就是 如何去铺 去教一只游戏 以及去介绍一只游戏 那 他就用了他们的片 其实都不是叫偷的 就是有些公司用了他们的片 但是就不肯给他钱 那他就很生气 那一路之下呢 他就 当然再加上他自己个人理由 那就没做 那跟着前几年呢 就突然之间呢 就走回来了 那就出了样子 那他就在他家里的地路上 就建了一个Studio 那就很短的时间呢 就跑到去 现在的 就是YouTube review的 前列的位置 那 那 讲一下他们的Top 10 就是他们的Top 10 我想 我想 補充多一点点 那 他们走的路线呢 就有些少不同的 是 他之前有一集呢 因为我挺喜欢看他的节目呢 因为他相信他们娱乐性挺足的 但是他 其中一个 应该是他们100集的时候呢 有他讲了一些 就是他们想做的频道呢 就做到好像 就是一些打机 很娱乐性 是不是那个IGN 是不是有个类似的那个网站 就是他想是做娱乐性多一点 他做Commercial多一点 所以其实他很不为言的 他很多的节目呢 在一些简介呢 全部是收钱的 他全部都是广告来的 因为都是做Kickstarter 做Kickstarter之前的时候呢 就会找他们去拍段review片 这样去做啦 那所以呢 但是他也有一些review 就是应该是review 没收钱的 我希望 那 所以这样东西呢 就会带到他们的Top 10呢 就会有一个挺特别的trend 是的 这个trend是什么呢 这个trend就是呢 如果你把 因为你看段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们有四个人 那他们四个人就排名的game 跟着他有两个人就没有出样子 那他们也排名的game 但是呢 如果你細心看他段片 你就会发觉 明明四个人十个game 应该有四十个game 但是你会发觉呢 我们把他放在Excel里面呢 你会发觉那四个人呢 其实到最后 说的game 是连二十个都没有的 因为呢 根本上呢 就是 把那些game 就放不同的次序去出的 因为其实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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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多的重复 和撞到七彩 那刚才啊 Ross也有说 就是他们 就是 中这个商业 而我觉得更加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呢 他们那个top ten 可能呢 就跟我们有点相似 就是 因为其实他们试的game 是一起试的嘛 那可能呢 他们试完呢 觉得很好的game 其实他们普遍来说 都会自己进回 那个top ten 那里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 有几个呢 是个个都有下的 那些什么 比如Marvel Champion 啊 Watergate 或者Wingspan 那些呢 全部呢 都在他们的top ten 那里出现 那Wars呢 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呢 我觉得撞game 是一件事呢 就是和 也都显露了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你真的要 要不就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夹过 嗯 感觉上可能是没有的 那但是 那样子 但是这件事出来 就会再骑离了 是 因为是 你 他们四个人一起做 你可能会 没有办法避免地 会叫做 就是 就是 就是像你所说的 那个情况出现 就是你会试一样的game 就大家觉得好 就摆了出来 那但是那个观感上呢 就会很奇怪的 就是宁愿的 就是不如你一个group人里面 订十只 就是man first of people top ten算了 那样 就是说 就是撞得太紧要了 那样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未必真的有收钱的 但是可能始终是会 给 influence by 那些的sponsor 他们给钱他们的厂 那些game 可能他会先试 我希望就没有influence 他的排名 我说真的 我其中一件事 我觉得比较失望的 就是 因为其实 我现在 是不太喜欢看 MVM的那些review 因为刚才你也说了 commercial的成分比较高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他们慢慢慢慢 没有了自己的一个特色 因为呢 其实呢 我很记得就是 一开始呢 Jeremy 和David 两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很不同的 口味的人 来的 譬如Jeremy 就是很欧式game的 那David 就是比较喜欢 一些family game 轻一点的family 我其实 我就想 你这么商业的 其实理论上 你应该 四个主持 应该就不同的路向 因为他带那个 那个女孩 和那个Ryan 那两个人呢 他很用心 他们常常会 特意分开 譬如David就拍一个 接着 Jeremy会拍另一个 去拍 那就想带那两个人出来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character 就是他们找不到 他们自己 喜欢那个game 那个特色出来 所以出来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 不是太好 甚至 直接令到 我觉得他们的制作 是越来越高的 就是那些 剪片 出图 拿角度 那些是做得越来越好 但是 他们的节目 那个内容 我就越来越不喜欢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同意 因为那两个 是真的差一点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他们两个 另外那两个 玩一个game 他会很喜欢 如果你现在看那些 四个人的list 其实Jeremy和David 如果只是这两个人的list 的话 挺好的 你留意一下 就是只是挺好的 没什么 太大重复的了 那里有20只 但是你一拉下去 Ryan和Keira 就不是差很远 是有两三石 不一样 你要硬硬都找到的 Ryan是挺euro 但是你好euro的话 你有Jeremy 你用euro 那Keira 就是想family female一点点 我都明白gender 就是有女性的玩家 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但是他和David 又撞了 是的 是的 会差一点 但是 总体来说 那也是一个值得reference的list 而且你看到 真的有很多Marvel Champion 你看四个人 有三个人第一 是极奇怪的 就是不是差 但是又是 又是感觉古怪 那 那 我的时间呢 就差不多了 那都叫做 轻轻 叫做 go through 几个大的KOL的channel 以及今年的list 我们觉得 是什么highlight的地方 那 就是 当然 由于前面说太多comment 我们可能说得 叫做 急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们另外观察到有哪些KOL 其实我们没有 miss了 miss了 的话呢 都给我们一些comment 或者哪些game 比如想提多些 去说 还有最后一点的观察 大家觉得不同意的 就是说 有没有发现 那些top ten 大部分 都是美国的revealer做的 那些欧洲出名的revealer 他们不做top ten 就是最出名的 Shut and Sit Down Gaming Rules 或者是这个No Punch Include 这几个呢 他们是不做top ten的 不知道你们觉得为什么呢 不如也都留下comment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做 或者我们到时候 下一集再可以补充分享一下呢 那我们这次呢 时间差不多 我们要紧紧一个钟头才完结了 那 记得留comment给我们 那我们都会下集再回复大家的 好了 Katrys有没有最后一句 没有了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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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